姐姐妳了 我蠻喜歡妳的 小樂不再演偶像劇 賺錢知道事不要存錢 小樂無私嫌不僅事業有錢 還投資咖啡廳 現在就差經營感情囉 我已經很久了 兩個年多了 我是一個比較實際的 而且我是把工作放很重 所以可能在很多方面得理解我這個 那可能光這樣可能就很多都不行 圈內唯一的好處是 可能可以比較理解我的工作 你跟小姐來理我嗎 當然 我們那麼好 所以她跟叔叔是真的來講 你問我這種不對吧 我不會去問中演 你跟叔叔真的來講 不是說不關我的事 不是 如果我要追她 那可能有點差別 對 那時候你就可以問我 如果哪天我說我喜歡一個女生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問我一下 那她有別的追求對象 沒有 都被我殺了 感情暫時沒有規劃 那事業的下一步呢 我希望這部演完之後 我基本上先 再演武漢劇 我看到人家有沒有剃個大光頭 瘦肉的樣子 我滿想嘗試這種的就是 需要去改變自己 去好好體會另外一個人的 我想要演一些這種戲 去演這種 我真的能花時間去準備 跟好好體會角色 體會另外一個人的東西 希望在這個階段 去改變一下跑道 做一些別的事情 但不是說我不會演武漢劇 但如果改變一下跑道再回來 我覺得肯定也不是壞事 我可以帶更多東西回來 給武漢劇 有個問 你也不缺錢 不是 低調 錢永遠不嫌多 最怕媽媽被查碎 到底是賺到多少 這麼怕被查碎 還不快說你怎麼理財的 我有理財觀念 交給媽媽還是嗎 沒有 就是我覺得不要 不要存錢 想賺錢的話 肯定錢滾錢是最快的 對 你存這 現在本來就沒有什麼所謂的利率 所以你的錢就是拿來做一些投資 對 股票 股票 會 你已經存到了移動房子了嗎 要買在哪 信義區移動了兩、三億的話 可能還沒買 像我 對啊 姐姐買個房子我也買不起 自己買的話 我覺得現在 我的觀念是買房子的話 現在除非你真的要自己住 不然不一定要去考慮這個東西 那因為我家剛好 就是我是不需要自己買房子 還是一定要房子太多了 就是也沒有到太多 但是絕對夠用 所以自己有自己的房子 對 低調 是 絕對 絕對是夠用的 自己會有危機感 比如說其實現在生產在南西 南西很多 我覺得自己 還是覺得你喜歡 有這麼帥 他那種 姐姐你還蠻喜歡你的 因為我覺得大家其實走的路 還是不太一樣 我現在 因為可能最近問我這題 我會比較不知道該怎麼 是因為 我最近心已經很想 回去當歌手 因為音樂還是我 最熱愛的東西